明報記者專程去到台灣獨家訪問錦榮 錦榮是新西蘭和新加坡的混血兒 大約一年前去到台灣發展 之前在新加坡做模特兒 還是2009年的新加坡先生 不過相信她最為人熟悉的身份 就是蔡依林的非文男友 不知道她如何評價Jolin呢 會不會當她是天后先 訪問那天剛好就是錦榮的27歲生日 你有什麼生日願望啊 每一年有一樣的變化 你會要開心 開心 對 健康 你去年你的工作很無聊 很無聊 對 因為你有朋友嗎 是比基尼的時候沒化 嗯 在我上次我自己吃飯 有點不太好 因為我有比較多朋友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一樣的像是 同一天 哦是嗎 同一天 同一天 兩天後 哦 在廣州 一起過 對 那你什麼時候會來香港發展啊 還會不會進軍其他市場呢 其實我要去香港 回台灣 之後 之後啊 就是台灣之後會去 哦 對 但我都來台灣 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 對 對 台灣之後我要去香港 然後去美國市場 是